我先讲一下那个中国大陆今年成为正式从小玉米的进出口国变成进口国 为什么它变成进口国 首先第一个中国大陆有13亿的人口 玉米基本上这几年它除了作为食物来源之外呢 它有两大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它转为作为饲料 饲料拿去干嘛 养鸡啦养猪啦养牛啦养这些主要的动物 那这些动物比方说中国人现在吃猪肉吃的多了 吃牛肉吃的多了 所以他们需要使用的玉米饲料也就跟着多了 这是玉米这几年的第一大需求 第二大需求是玉米有很多部分被转为作生殖能源 这两天油价要飙上80块美金 那油价每次一上涨 生殖能源的投资跟温度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是玉米长期的供需 但是更长远的发展是 中国大陆现在有钱起来了 13亿人口要吃饭 长期来讲中国大陆就会成为全世界主要粮食最大的进口国 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自给自主 我们刚刚讲黄小玉 黄豆全世界有50%的产量在美国手上 那黄豆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是中国大陆 所以老共要依赖美国 小麦一样啊 小麦比方说主要的粮食举例来讲 假设是俄罗斯包括中南美洲也有一些 包括东欧乌克兰也有一些 那最主要的生产基地 能量不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无法自给自主 那同样的黄豆的状况也一样 所以黄小玉的状况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都必须仰赖进口 那对美国来讲 我们先讲美国的架构 美国基本上控有全世界所有的农业生产体系 我们看你那张手板 首先第一个过去百年来 美国培养了几大粮商 那全世界有四大粮商 ABCD ABCD有三大 ABC都是老美的粮商 第一是法国的基本上的老资本家 跟老的那个贵族资本家的粮商 好ABC是掌握在美国手上 然后商品呢 你除了要掌握原物料之外 定价权跟价格也非常重要 交易平台 对交易平台 全世界最大的商品交易平台是CBOT 那个是芝加哥交易所 所以我一手控制货源 一手控制价格 那你是要买单的消费者 你早晚要倒霉的 这个跟很多的石油输出国 他一手控制石油输出 他一手想要掌控油价一模一样 但是老美掌控整个食品的生产 消化的体系更严重的是 他在全世界的消费品 比方说PMG 比方说桂格 比方说麦当劳 全世界主要的食品消费品牌 能然是老美的 所以他上游有孟三都 有杜邦这种做种子 做化学肥料的 他中游有粮商 粮商从农场到生产 到农粮的粮商 到运输到配送 到大众物资的买卖 乃至于大众物资的所有交易跟定价权 都掌握在劳美手上 最后的终端消费 也掌握在劳美手上 所以全世界的整个食品生产 跟消费体系 都掌握在劳美手上 那你作为13亿人口的中国大国 你现在要吃饭的 那很抱歉 你要吃饭的家伙 掌握在劳美手上 对 莫娃哥 其实刚刚您把我们这个整个价格凸出来 因为基本上 或许美国经济不好 我们看美国礼拜四礼拜五 跟不同的数据不佳 可是重要是全球的生产链 全球人的胃 是被美国人掌握 刚刚您把我们做说明了 包括上游 像孟山都市世界这个种子大厂 专门靠卖种子来做营收的部分 杜邦是全球 不管是生物科技 化学肥料 跟这个生产种子也是大厂 它上游是完全抓死 专利权跟产能都已经抓死了 刚刚下游我们看到 它除了这个庄家 平台跟交割 从四大粮商到芝加哥交易所 到所有都要用美元交割 美国也把农产品的 从供给筹码到筹码交换 到筹码交割抓死了 更重要的是底下的使用者 像宝桥偏居 包括像现在最近台湾股票也很 像贵格 台湾是加格 像麦当劳肯德基 像泰森食品 它基本上也抓死死了 它这个抓死之后 像麦当劳是全球地产杀 它又形成另外一个掌控全世界的一个产业链 所以以这个结构做观察 这个美国经济走到一个末路 可是光是这一次小麦大涨 又凸显出整个美国人 掌握全球粮食的一个咽喉 你怎么做解读 对 不过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中国非常清楚 这个粮食是战略物资 那为什么粮食要有库存 它其实跟notebook的库存不一样 notebook没有库存人不会死 但是粮食没有库存人就会死了 所以说粮食的库存相对于我们一般跟这种所谓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库存 不能相提并论 换言之粮食的库存稍微掉一点 大家就会很紧张了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讲说它不是省油的灯呢 因为事实上早就有所谓的谁来养13亿人口 这种所谓的全球润 那当然大家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人口持续成长之后 所造成全世界未来可能的粮荒 所以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就有一句口号叫做 13亿人口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为什么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刚刚一直在谈全世界最重要的三种 大家关注的所谓的粮食作物 就是黄豆小麦跟玉米 一般讲黄小玉这三种 最主要的我们一般讲的粮食作物 我们在上面这个图表 这个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最近这个期货价格是标得很凶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实际的数字 什么呢 就是说在玉米跟小麦这两项 这个主要的粮食作物 中国大陆的进口率都不到1% 换言之它99%是自给自足的 我举个例子 以玉米来讲 它当然今年进口量多一点 大概今年会超过100万吨的一个进口量 即使到100万吨以上 200万吨好了 中国大陆一年的玉米生产量 是1亿5000万吨 所以它的这个比率还是非常低了 大概就1%到2%的一个情况 另外小麦我们刚才讲说 最近标价标得最凶的 就是这项产品 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 它一年生产的量是1亿吨 那这个中国大陆大概一年进口的小麦的量 大概不到100万吨 所以大概也是1% 所以中国大陆它非常清楚 粮食不能掌控在老美手里 因为老美跟中国大陆 它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万一我们的粮食是掌握在老美手里 那我们岂不是不站而驱了吗 所以说它的粮食自给率到2020年 其实根据中国国务院的一个规划 大概自给率还会到95% 不过这个粮价确实包括整个粮食的生产体系 就如前面两位所讲的 的确是操控在美国人手里面 这是不真的事实 现在我们的粮食